可能是我自己的心态就是 比方自私 然后给别人的感觉可能就不好 然后他才会对我有意见 就是心中不够宽广 分享自己看完影片的内心体悟 三号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 尤妙松法师 以三号为电影作为题材 名利大众切勿对不了解的事情 仓促做出判断 而是需要有同理心 在能力范围内去帮助他人 别人对你有成见 开放学员踊跃表达交流 引领佛光人学习幸运大师教导的放弃成见 会用不同思维看事情 必能体悟出不一样的见解 引进新闻香港综合报导